出來要發那個現金六千塊 現在正在發 所以說很多小朋友看到就很高興 上廣播節目大談政經 民進黨士林大同區立委初選 先任立委何志偉 面對議員王世堅正面挑戰戰戰經濟 就怕傷了黨內和氣 傳出黨主席賴清德 找來前民進黨主席卓榮泰出手 勸退王世堅 何志偉這頭也隔空喊話 大家都希望我們好好的 把士林大同給守好 那更重要的是再去開拓新的板塊 卓榮泰一直想要跟王世堅見面 在初選報名前 王世堅的個性 絕對不會因為有誰跟他見面 而放棄他初選的一個初衷 對此卓榮泰在臉書發聲明 雖然否認賴清德要他勸退王世堅 但坦承三月十四 的確約了王世堅見面 希望他能爭取中山 北松山提名 當時王世堅說要參選士林大同區立委 初選時 讓他非常錯愕與無言 對此王世堅不願出面回應 僅低調表示 選總統也有黨內初選程序 怎麼換成他要立委初選 就變成不團結 相當委屈 王世堅現階段不太可能放棄初選 甚至於退選 或接受黨中央的一個調解 他選擇低調的 撐過國民黨的選舉以後 他才會正式對外開始做 所謂的初選競選活動 站在主席的高度 當然是期待席次最大化 真正的戰將 真的不能選擇戰場 民進黨規劃四月十七將辦理黨內初選 備受關注的士林大同區 卓榮泰出馬協調畏果 王世堅打死不退 監委之堅 終須一戰 三類新聞李政道德 我們主任特報道